孙刚大这盘棋下完之后 冲着自己屁股上狠狠地拍了几巴掌 大优的棋竟然走输了 我们来看看那是咋输的 不过王典锤走的也确实太精彩了 孙刚大摆了个当头炮 铁锤一反常态给他来了一个顺炮 红棋他没有上马 他选择了一个强艇骑兵 黑棋上马 红棋上马 黑棋他也不着急出去 他平个炮 红的出去 黑棋进足 黑棋通三足 红棋挑边马 黑棋小足过河 红的再出一个局 黑棋选择了退炮的下法 以后想跳正马 红棋就进炮 黑棋选择了出局 这也是一步好棋 这边牵制住把这边这个锯啊给你对掉 这个正常情况下对卧鞠是吃亏的 但是说呢这是一个特殊的棋型 因为你这个锯呢 这个锯呢你现在暂时不好动 这个锯呢人家马上啊这个锯高起来要抓你的足 所以说呢把这个锯对掉 减轻这个压力 红棋进兵 黑棋这时候再高居 红棋呢 回首试 那以后呢就可以打中族了 黑棋呢就上个马 红棋呢又把中炮拆开 黑棋呢就平均苗路 红棋再飞个向 黑棋呢 进居 卡住这个向眼 这个小竹呢 他过河了 他不舍得丢掉 那红棋呢就进居 红棋同样的进居啊 他应该多进一步 应该进到这来 黑棋呢就把炮拼开 红棋选择平均来桌向 红棋这道平均桌向 就不如走这个平均打向 来得严厉 你要是一平足 再平均来打向 这个一桌呢 那黑棋呢 就来一个对桌 捉你的炮 红棋只能躲开 黑棋呢选择把足走开 那他把象一吃 现在这吃的是呢 你这个是呢 又不能补一补 炮又丢了 他就选择平足 这样你要是吃呢 黑棋呢就打过去 红棋呢又来一手 回马进枪 又是一个好奇 你这个锯呢 在这一排呀 没有点 都来不了 只能是选择退锯 那红棋一上马 又吃住试 给锯再平过来 红棋呢就选择 给他打掉了 杀着试呢还 还还底下还有毛病的 他选择来一手回马 这样呢 这个又打着炮 又踩着锯 他选择来一手平炮 来杀这个底势 这个同样的平炮啊 弄的呀 应该进这个炮 把这个炮啊 弃掉 黑棋只能打 打完之后啊 再下底炮 以后呢上马 这个红棋啊 以后啊 可以通过这个攻势啊 把这个势子找回去 大占优势 他实际呢 是选择了凭这个炮 那黑棋呢 就平过来 跟他对着干 他也只能是换了 然后他把炮一吃 现在坐着霜呢 你炮都不能躲 只能退局保住 黑棋呢 就赶快再把这个局啊 高起来 红棋就回马 黑棋呢 就对足 红棋退炮 黑棋呢 就 红棋拆开 描住 黑棋平局 红棋呢 红棋平局之后啊 黑棋冲走 他一吃 然后呢 他来一个红炮打 双炮打 红棋躲开 黑棋平局过来 再打 那他就开始 往上跳 黑棋平炮 准备啊 打平以后下底 他踩进来 让他打掉 你不能吃剧啊 吃剧这一将 一落相 然后呢 一打相 直接绝了 选择了这个平局过来 平局过来呢 黑棋呢 就跟他对掉了 他再一吃 黑棋呢 再把卧行马跳出来 这样一番拼队完之后啊 可以说是 风平浪静 红棋呢 多一个相 所以说烧战优势 啊 退居 飞棋呢 平过来 红棋上马 飞棋呢 平炮 准备啊 以后下底 红棋先打他一下 红棋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对打 他并没有 消极他就跑 红棋实战是 直接交换的 其实呢 这个棋啊 可以考虑啊 这个下底来吃相 躲开 这样不交换呢 红棋啊 还是大占优势 实际上呢 是交换的 这一交换呢 那局面呢 就平稳了 再平个炮 飞棋呢 就上马 红棋 退回来 飞棋 这款铺 那红棋呢 也跳马 不跟他交换 还是 想有所作为啊 飞棋就进马 以后呢 想退回来 给这俩足 伸根 那红棋呢 先来一交 让你降不安慰 然后呢 再回来 飞棋退回来 一打 红棋再退 下一手 掉一将 就准备吃足了 飞棋呢 就把马呀 退回来 保住这俩足 红棋呢 就飞向一路 红棋呢 是 落向 飞棋呢 在 高炮 因为他想 架中炮了 他就来一将 让他下来 他再选择一个 进马 踩出双 飞棋呢 就浸泡打冰 冰保不住了 他就踩掉下 把冰打掉 回一将 上来 再来一将 出来 又退回去了 那黑棋呢 就平和炮 红棋 平炮 打马 想来交换 那黑棋呢 现在呀 反而不给他合了 退回来 红棋呢 进马 翻住之后啊 还想以后了 平炮来打你 黑棋呢 就退回来 红棋 平中 大足 就平炮 打马 红棋 进马 踩炮 黑棋呢 也白个中炮 打住你的中兵 你打我一个 我也打你一个 红棋呢 补个相 黑棋 平炮 阳格意义上来说 走到这啊 双方啊 局势已经是差不多了 半斤八两 红棋多个相 但是呢 黑棋 红棋多双相 但是黑棋呢 多足 他回马 那他就开始过足了 退回来 你再过 他就回马 打你 黑棋 不理他 上 你回马打呢 我就上马 保 选择了 冲炮 先打马 那黑棋呢 你这个马一走开 他就回去 打你了 他选择了 平炮 你打我 我打掉 咱俩一交换 那 交换了 这个 和棋 不就完了吗 红棋呢 他反而还不甘心呢 他平过来 那黑棋呢 进老将 红棋 进马 黑棋呢 平炮 红棋 回马 黑棋呢 就架河中炮 红棋 进马 还准备 摆中炮 马后炮 黑棋呢 就上马了 红棋 选择打掉试 那黑棋呢 就平足 你这个马炮啊 你没有兵的配合 你只有马后炮 能赢 但是呢 黑棋不可能 眼睁睁的 你走成马后炮啊 平过来 黑棋退炮 把马盖住 以后就没办法踢上去 红棋就来一将 黑棋 不老将 红棋退炮 黑棋进炮 拦住 红棋回中又一将 黑棋啊 直接就上三楼了 还有回马 黑棋呢 就选择了上马踩炮 红棋平炮 黑棋回马 这时候啊 红棋在这里啊 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选择了一手 回马踩炮 哎 黑棋啊 一手 进马 气炮 你看这个炮在你嘴里 你炮也不敢打 马也不敢吃 因为人家一卧槽啊 你出不来 红棋太妙了 红棋呢 就赶快上 黑棋你打掉炮呢 他就踩掉马了 那黑棋呢 就不跟他交换了 现在退炮 踩住你的小马 你的小马呢 你敢逃吗 你一逃 我一将 要命 那就高炮来保 那黑棋呢 一拼足 这个马呢 就丢了 不敢走啊 走的话 握他握死了 他叫他出帅 那他把马一吃 这样呢 就形成了马炮足 对你单炮试相权 我们来看黑棋的鬼魅残棋 红棋呢 执一手试 黑棋呢 就下足了 红棋再执一手试 黑棋回马 红棋退炮 黑棋来一将 进中 他再回马 重新调整马位 红棋选择 浸泡 按住 从边上切入 然后退回去 跳进去 抵住 黑棋呢 先老将尽忠 重新的出帅 黑棋 直个试 重新飞个象 这个一飞象啊 就速败了 黑棋 冲泡一将 红棋呢 就裤了 你现在啊 因为只能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人家挂你一将 你只能再出来 然后呢 平一将 只能知事 总是一将 约十二五解